然後另外呢就是用有機肥 有機肥下去 那接下來我就用那個小牛 中根肌 直接打鬆 好 那打鬆 那這個東西也是一個小技巧 我旁邊用那個隔板 因為在打的時候你會翻到旁邊去 我旁邊我中了蔥 中了蒜 中了很漂亮 然後就翻過去 到時候要散後又很麻煩 所以就用隔板稍微圍一個範圍 那你在那邊來回走了兩三趟之後 基本上就很完整的把那個泥土 機肥的部分都處理好了 基礎的肥料 基礎的肥料都做好 做好之後接下來的動作就是做蜥 就是做菜架 一架一架做起來 那因為我們用那個照片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其實就是更早之間的一個照片 那基本上就是做蜥的問題 蜥做完了之後呢 你看上面我用白線一條一條 那就是石灰粉 我用石灰粉去標記 就比如說你要種任何東西 它的行間具 每一個植物 其實不要貪心 有些時候撒種子也好 或者定質也好 其實你要它該有的間具都要把它留出來 如果說種的太密 結果呢它打起來全部都長不好 所以適度的有效的規劃好它該有的間具 這樣子呢它每一顆確保它都可以長得很好 甚至又可以節省很多的一些種子的成本 苗木的成本 所以做吸完之後 然後再去做定質 好那另外 這個圖呢 其實我是要讓各位看到 底下這是銀黑布 有些時候我們要避免雜草 其實雜草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尤其有機栽培 其實包括說任何在做農業 從事農業 事實上雜草的除草劑的用量 一直是台灣最高的農藥用量 那雜草怎麼去解決 所以銀黑布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辦法 我們吸做完了之後 然後在上面布蓋好銀黑布 從銀黑布布蓋好之後 它可以某些程度就可以 防止雜草可以長出來 那這一張要給各位看到就是銀黑布的覆蓋 好那這一個呢是青江菜做 我的是一個簡易問問 我都是用活動式的 因為我本身其實 像剛剛我本身也是種樹 也是種 也是學樹的 也是做植物的 所以我的田裡面其實都混種一大堆 所以裡面又有 這顆是楊桃 現在都已經非常大了 這個照片都是已經十幾年前的照片 現在我已經沒有辦法種菜了 因為全部都是森林 現在裡面全部都是大樹 那這個就是青江菜 那因為宜蘭喔 雨很多 雨多的情況下變成水 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尤其是冬季作物 冬季的十字花科作物 有些時候甚至要適度的遮雨 然後才能夠確保它能夠長得好一點 那這個是一個青江菜 那就是我剛剛給各位看到 其實是一個遮雨棚的一個部分 那它都是活動式的 那因為這顆 其實我現在回想到這一幕還是蠻快樂的 你在拔菜的時候 然後還聞了梅花香味 然後你在洗菜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旁邊底下是桃花菜 那個桃花菜 你要洗那個梅花花瓣 會那種很甜蜜的負擔 是蠻快樂的一種過程 那現場其實也是什麼菜都有 就是用各式各樣的用有機的方式去做栽培 那你如果說問我說到底產業有多少 我還是那句老話其實是做開心的 真的做開心 有些時候就是那個功跟所得 其實不太能夠相稱 但是其實就是一種體驗 那因為我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學習 所以每一個過程當中 都是一方面跟自己的研究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做一些實際理論跟食物上面 做一些結合的一個印證 那接下來就是要講到 我們會兩個一個部分 接下來會講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土壤 另外一個是堆培 那我們先講的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叫做土壤 因為有機的部分 你不會用化學肥料 那你不會用一些外來物質 所以土壤的部分就非常重要 那土壤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介紹真正一個好的土壤 它是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砂子 跟百分之四十的分土 跟百分之二十的黏土所組成 那這是基本的土壤 那這個 這個基本的土壤組成之後呢 可是實際上 實際上你在完成一個 泥土的這個填土呢 它其實裡面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孔隙 那這個孔隙呢 就是我們剛剛再講 再回到上一張 其實它是有百分之四十五 它是礦物固體 只有百分之四十五 另外的二十五 二十五呢 其實一半是水 一半是空氣 另外呢 百分之五 百分之一到五的部分呢 它其實就是有機質 基本上一個好的土壤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好的土壤裡面 它的孔隙其實是很多的 這個孔隙裡面呢 這個很重要 因為植物的根也要呼吸 你全部打得憨憨實實的呢 其實植物反而長不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常常我們 比如說我們在花式沉水